看第一項線的時候,我們通在第一項線比較 因為所有的角度我都可以把它劃歸到第一項線 首先我們來比較正函數 正函數來比較,與函數來各自比較 正函數後的第一項線 如果你的線的話,他什麼呢?他是second的 他什麼呢?他是這個sign的 second的最大,正函數都是sign最大 小的橙線 小的多少呢?小的這個橙線 為什麼你知道嗎?因為這個是等到 就是等signcd into signcd 這個會別掉 因為cos 它是小於一 在第一項 因為它是小於一 正的小於一 那一除一個小於一的東西一定大一樣 這個是等於cos 四大分之一 這cos 不太一樣 那一大的三也四大 第一項的時候 一是大於三也四大 因為三也四大它是小於一 它絕對是小於一 第一項就是它正的 所以三也四大它是小於一 大於一 在第一項的時候 四大的話 它是小於一開的時候 正還數 那語的話 語還數也是一樣 cos 四大的它是小於 cos 四大 那小於一 cos 四大 那理由也是一樣 理由就是cos 四大 除以三也四大 那cos 跟cos 一樣 對吧 那三也四大小於一 所以一除以小於一的話 它會大於一 就是說 三也四大分之一它是大於一 就是第一項線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等於那個 三也四大分之一 但是一大也有三也四大 所以這項怎麼可以這樣 大概可以這樣 對不對 等於 第一項線的時候 我們正函數做比較 我們正函數做比較 side小於 censin小於一切 就是割大於 割大於切大於懸 割大於切大於懸 有沒有理 那你說呢 那 乙的跟 乙的 跟正的 那如何比較 乙的跟正比較的話 你就以45度為界線 以45度為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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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這個正的 它都是真函數 乙的話呢 它都是減函數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吧 乙的都減函數 那個 乙的話都減函數 啊 那個 正的話都真函數 那我乙呢 45度為主 45度的時候 這兩個是一樣啊 那你大也 45度的時候 它比較大 它比較大 那小的45度 是變成它比較大 是不是 是不是 因為這 以45度為界線 45度的時候 sine 跟可算是一樣的 對吧 那因為算是真函數嘛 它大於45度的話呢 它會呢 大於呢 sine 45度 對不對 那余安數它是減函數嘛 它呢 如果你超出45度的時候 它越來越小 當然它是從頭的話 是越來越小 等比 等比 沒有問題吧 所以我們就 再以45度為界線 然後這樣我們就可以做比較 等比 45度的時候有沒有 這兩個是一樣的 大於45度的話它比較大 小於45度它比較大 等比 好 那這個一樣啊 等於45度的時候這兩個是一樣的 等比 等於45度的時候這兩個一樣 然後大於45度的時候這個比較大 小於45度的時候這個比較大 小於45度的時候這個比較大 沒問題吧 那這樣六個三角函數你就可以比較 沒問題吧 好 那這裡有個圖啦 這裡有個圖的話 我們可以用六條線段 來代表什麼呢 代表那個六個三角函數 所以你的然後情況比較大 你的上面有什麼比較大 這個在第一項線 小於45 小於90度的時候 就是呢 弦小於千小於哥啦 講理 這第一項線的話呢 就是呢 各自比較 正的各自比較 與的各自比較 講理 是在0到90度的時候 0到90度的時候 正的各自比較 與的各自比較 對吧 但是呢 問題是說 那與的跟正的話 如何比較 與的跟正的話呢 我們就是以45度當界線 它比較 那正的它是真函數嘛 它越來越大 與的它越來越小 那什麼時候它會碰在一起呢 45度的時候它碰在一起 講理 45度的時候它碰在一起嘛 所以變成說 如果大於45度的話 就正的函數比較大 小於45度的時候 就比的函數比較大 你多舉個例子好了 我們說齁 Sine呢 C等於C C等於37度好了 4比就要6個三角的數 原理 4比就要6個三角的數 那我知道齁 Sine呢 這個37 它當然是小於Sine多少呢 大於是小於Tenzen多少呢 37度嘛 大於是小於多少呢 Second的37度嘛 是不是 齁 然後呢 Cosine呢 37度嘛 它大於會小於Cotengent的37度嘛 大於會小於呢 Cosecond的37度嘛 然後再來他們自己要比較啊 他們自己要比較的話齁 因為這個是小於呢 45度嘛 所以比的比較大 這個大於他 對吧 這個也大於他嘛 可能比 這個也大於他 對吧 可能比 可能比吧 所以如果要再做比較的時候的話 更詳細的比較的時候的話 應該什麼呢 應該是Cosecond的齁 37度 那再來要嘛是這個或是這個 對吧 這個或這個的 那這個或是這個的時候的話齁 應該是 應該是可能齁 那這個的話你就要 你就要特別做比較 反正齁 這個東西大於多少呢 其中這兩個 這兩個的話是Second的 37度嘛 跟Cosecond的37度 那大於多少呢 大於這個Tagent Tagent Tagent的37度 啊 啊 跟那個什麼呢 Cosine 37度的話是不一定的齁 這個有時候不一定啦 跟Cosine啦 反正 Cosine的37度 這兩個還要再做比較 對吧 然後 然後的話呢 這個我大於多少呢 37度 沒問題吧 這樣子 嗯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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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說齁 你在第一項線的時候齁 弦嘛 小切小多啦 弦小切小多 對吧 那 弦 那個正跟 正跟余要比較的話 余就以45度為界限了 大於45度的話 他大於他 小於45度的話 小於45度他大於他 沒問題 沒問題吧 沒問題吧 好 這裡的話齁 我們可以用六條呢 直線齁 代表什麼六個三條線出來 我現在這裡有個單位員嘛 對不對 那單位員讓我們看到齁 重弦是哪一段齁 小就大一點 大了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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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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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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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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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知道啊 因為這個單位元嘛 所以這個場是1嘛 PQ除以1是等於三星 所以PQ代表三星 NB 這樣看天正呢 天正下等到 是RA 除以1 所以是RA 所以RA這一段 代表什麼 代表天正正 再我們看 Second Second 是要哪一段 我們看 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是 我們是拍解性 PQ這個角 所以VS VS代表 Cotency Cotency 是等於VS 再來我們看這個Cosine 應該是哪一個 應該是這一段 這好像沒有畫 Sine這個角度 就等於Cosine這個角度 對吧 那在這個角度的話 就等於這一段 對吧 這一段 這段有OQ 也是等於O 對啦 也是等於OQ 這一段也等於OQ 所以Cosine的Sita 這一段 就等於這個 是等於OQ 對不對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Second的Sita Second的Sita 是等於斜邊 以上零邊 所以就OQ 等於 然後呢 Cosine的Sita 所以零邊呢 那處理多少 零邊啦 那處理呢 OQ OQ 斜邊的話 處理什麼呢 處理那個對邊 這一個啦 OQ OQ 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呢 處理這個的話 等於 等於 Second的這個角度 就等於Cosine的這個角度 所以是等於Sv 兩筆 等於Sv 喔 不對 不是Sv Sv的話呢 是等於什麼 Sv的話 Sv的話 Sv應該是普遍的Sita 因為這個處理這個是普遍的Sita 所以OS的話呢 是等於Cosine的Sita 為什麼 OS等於Cosine的Sita 喔 因為這一段 比這一段 比一嘛 這一段比這一段 這一段 是等於那個 這個的什麼呢 這個的那個 Second的Sita Second的這個角度 是等於OS 比一嘛 那Second的這個角度 就等於Cosine的這個角度 所以我這個角度 就是OS 以上E 所以當然是OS 等於 等於 等於吧 所以六個線段的話呢 可以代表 這六個線段 這六個線段 可以代表 可以代表 可以代表